大家好,我叫志豪 然後我們品牌叫做印台灣 然後我是印台灣的負責人 那其實我們印台灣總共有五個人 就是應該說總共有六個夥伴 然後有一個可能是公子 所以說他必須要隱性埋名的 就是加入我們 然後就是我們會抽在一起很幸運的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背景 然後我們抽在一起之後 大家有不同的故事 但是我今天會以我的故事來 就是講所謂的印台灣我們在做什麼的事情這樣子 好 其實今天主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印台灣的目的就是 就剛剛有看到Stoken叫印出美麗台灣 然後我們是希望說能夠打造台灣的國寶印花品牌 然後我們再探討所謂的台灣的混種文化 那至於什麼叫混種文化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這個東西 對 那至於文化到底是什麼 其實有很多定義 那大家對於文化也是 不曉得是模糊還是清晰 至少對我來說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文化 甚至對我認同所謂的 比如說我自己的歌或是台灣 其實我也是很模糊的 然後也是因為說我 我剛剛有提到說我本身是工程類 然後我以前就可能懵懵懂懂的覺得 可能以後賺錢就好了 可是到越來越長大的時候就覺得說 欸 就是會有一種聲音說 欸我到底自己的歌是什麼東西 我才是開始對文化這兩個字有慢慢的 有一些想 也不能說想法就是想知道什麼 到底什麼叫做文化 因為可能不同的 因為大家都生活在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大家都是不同的群體 所以說對文化也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算是我們今天看到了同樣的一張圖片之後 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 所以說今天我是 這段話是我之前在一本書上面看到 我覺得很適合用來就是開產 就是說其實他是一個旅遊作家 然後他去了世界各地去看一些 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 然後這些少數民族給他一個感悟就是說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生活方式 有不同的一些理念 他可以跟地球互動或是說跟別人傳遞 這樣的一些故事 所以說其實像我們就是在座也有很多 就是創業家 我剛剛忘記提到就是說 我們剛創業一個多月而已 所以說我們還大概就是剛踏進這個地方 就是不管是生活或是說創業 或是說對文化 其實他都有不同的方式在這個土地上面 對 所以說其實就是沒有任何事情都是絕對的 甚至是一個東西就是是對或是錯這樣子 對 所以說其實因為比如說像台灣早期嘛 就是比如說有荷蘭人統治過 然後到日治時期甚至有原本的圓民文化 那圓民文化他其實本身就有很豐富 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族群 然後再到後來的明南人、柯甲人 甚至到外省人就是來到這塊土地上 然後甚至到現在很多東蠻亞人 移工也進入到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說台灣其實就是 他其實有很豐富的多元文化的混種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是去到國外的時候 我就是那時候我去日本還有土耳其 那時候我對他們的一些視覺文化的圖像 我覺得有一種類似衝擊吧 就比如說我們看到金字塔 看到人麵石神像就會覺得說 喔這可是埃及的 然後看到比如說服飾會會覺得說這是日本文化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去想到台灣的時候 會是想到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很直覺性的 就想到所謂的台灣花埔 對 那那時候應該說客家花埔 對 就是比如說大家看到的是油桐花 然後這也是油桐花 只是它後面的顏色不一樣 然後甚至這個是所謂的 比如說是武當的花埔 然後就是 因為其實花埔就是到後面就是 我覺得油桐花是客家 客委會很成功行銷出來的一個新的符號 那它這個符號也變成說 後面有很多人去說 比如說像上面這張 這到底代表客家文化 還是代表台灣文化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說這樣說爭議是不斷的 可是目前說 因為這樣子 比如說 所謂的油桐花跟武當花 這樣的花埔變成說 我們需要去識別台灣的客家文化 變成一個很強烈的影像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海報的產品 甚至是旁邊的一些包裝 就是它如果說沒有這個圖像的話 我說我叫客家文化 可能現在很多小費者會覺得 欸是嗎 或者說什麼 客家文化不是應該是油桐花 或是牡丹花什麼東西嗎 就是變成說它其實是很強烈的東西 所以說 我就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一個文化就變成 就是變當一性 那其實客家文化它有很多很多元的文化在裡面 所以說應該可以藉由 就是所謂的圖像的創作 去做出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說我就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客家文化還有一些不一樣的可能性 對 然後所以說就是 我就跟我夥伴創造所謂印台灣的品牌 然後它其實就是想要印出美麗台灣 然後我們就藉由文化跟數位印畫的方式 然後做出不一樣的印畫的設計 然後來講台灣在地不一樣的故事 對 比如說像這張圖 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 就是它底下那個油體長墊的圖案是代表什麼東西 有人猜得出來嗎 就是 對 沒關係時間快到了 我就直接就是解答就是說 其實它是姜母鴨 對 會做這個關係 是因為我那時候我很喜歡關於就是迷彩的東西 然後我把姜的姜母就是變得很像 在底部就是用了比較雜亂的感覺 然後其實在這樣的過程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去問說 欸你覺得這是什麼花樣 然後他們就會說 欸這是水字嗎 還是土豆 還是蝌蚪 然後最後大家聽到是姜母鴨的時候 就會形象 就是等於就是說 其實我們覺得說 比如說一個圖樣的話 它其實可以有不一樣的面貌 它也可以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然後藉由這種想像空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 應該說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於在地舞化來講的話 對 然後至於說像這個 其實像左邊的大家都是要看一下說 昂姑貴 對 昂姑貴就是閩南人的說法 那譬如說像客家人他們就說 那至於貴到底是屬於哪個文化的 其實也不曉得到底屬於誰 就是只是它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東西 對 然後他可能譬如說 像這個 這一個系列就是說 像東四的他的心丁板結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他們因為以前是務農社會 所以說只要有新的南地出來的話 那就會做所謂的昂姑貴去慶祝 希望說小朋友能夠順利承載 所以說也就順利的變成就是所謂的一個叫心丁板的一個圖樣 然後我們會為了要去呼應所謂的男女平權時代 也做了就是 左邊的那個叫做志雄 右邊那是他的龍風臺妹妹叫做麗珠 然後說就是所謂做了一個叫做桃紅板的一個印花 可以去呼應男生跟女生這樣的狀況 對 然後至於像這個的話 他叫太郎 就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進駐到台中的中區 然後中區其實有很豐富的高品文化 那其實高品文化在我們生活中已經變成選擇之一 就是我們唯一會去吃到高品的話 可能是結婚或是送禮 但是目前我們結婚跟送禮 也不一定會去選擇所謂的高品 那是不是文化變成我們選擇之一之後 它是會慢慢的消失 所以說我們就從比如說 從那個天狗十月的這個故事 把它轉換到天狗跟太陽餅的一些故事的內容 那至於故事的內容 就是你們可以就是去上我們FP看 就是我現在就寫不多贅述 然後至於這個友春的話 就是說友春就是台語的無春 就是那時候這個是就是今年的那個過年的一個Pattern 就是說小時候我們都會第一次聽到過年 跟年壽故事的時候都會很興奮 都會有一種很期待要過年的那種感覺 可是長大的時候就會慢慢的消失 就是變成說要去誰家打麻將 或者是去或者是說劇唱之後滑手機 或者說就是變成說我們把一些可能在現在 就是這個年紀就是會在過年發生的事情 就是以年壽來代替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就是也是希望說就是去講說 你有去想像過年壽到底是怎樣 或是說你有想像過你當初第一次聽到年壽的那種 就是那種感覺是什麼嗎 然後對就是說我們就是希望用印花去鎖出台灣的在地的文化與故事 所以說希望說這些印花它其實可以跟生活去做結合 然後用商品的方式去鎖出一些可能在地傳統的文化的故事 然後它是用新的圖像新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可以做到一些連結與認識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認識不一樣的文化 當我們認識到不一樣文化的時候 藉由理解之後 是不是可以達到遷隆並去的這樣子的文化的功能這樣子 對然後之後希望說印台灣除了成為台灣的文化品牌之外 它可以成為一種就是文化的橋梁 對就是說我們希望就是利用傳統的故事 然後加上新的方式然後去講這樣的故事 對所以說文化到底是什麼就是 其實我們也不曉得我們也還在探索 所以說我們就覺得說文化它其實是 就是時間在這塊土地上慢慢發酵的時候變成了一個東西 那現在它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跟以前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當然會有新的文化 就是說就是文化應該要與時拘禁 然後慢慢的一直衍生下去 對然後這就是我今天的報告謝謝大家 好 大家再掌聲一聲謝謝 謝謝我們